然后十八 军中当兵的基督徒 是否可以杀人呢 军中当兵的基督徒 不可以随意杀人 但是当发生战争的时候 作为军人的职责 杀人是可以的 至于战争 是不是公义的战争 这个我们也不好说 在战争上保护国家的时候 有别人侵略你了 当然要拿起武器来了 只是作为地上公民 基督徒也要保卫自己的国家 那你说不爱 那样就麻烦了 那不爱的话 这个就不好判了 所以圣经不是主张不可杀人的 和平主义者 反对死刑 大家还记得安息日会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它叫什么来着 那个电影 一个人救了好几十个人 我们不是那种和平主义者 他是安息日会的 所以他们是那么认为 能尊重他们 但圣经里面不是说 不可战争 公义的战争是可以 不可以侵略不公义的 杀人也是可以的 有死刑吗 不孝敬父母都打死他 是对罪的和当的刑罚 所以没有死刑的刑罚 其实没有什么震慑力 一个人杀了 一个人杀了判了三百五十年 在监狱里吃喝 好好的 那叫什么意思 没啥意思了 死刑之罪 这种严厉的刑罚 是对那罪的一种公义的审判 同时对这种罪的一种震慑 使别人也不至于轻易的可以触犯这个法律 所以军人可以杀人 但是不可以因私杀人 作为军人的职责 军队在保护国家的时候 公义战争的时候可以杀人